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盛须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1489集 莫雷惊怒 这是什么情况 他根本就不明白 所以怎么突然就杜劫了 这是对方引来的天洁 可是怎么会如此强大 这太诡异了 身体就不符合常理 他想横移身体 但是已经晚了 这片雷霆降临 全部打在他身上 当场将他肉身打穿 血肉模糊 这相当的凄惨 整具身亡躯体 都被赤胜的点光淹没了 想逃都早已晚了 身体残破 几乎散家 莫雷惊怒 自身陷入这种境地中 最为可悲的是 他的弟弟死了 而且是在他眼前 被人打爆 行神俱灭 他曾冷漠俯视 那个少年散修 认为对方想威胁 都做不到 因为彼此不在 同一层面上 差得太远了 莫风惨死 即便体内有 替死服都无用 金身级进化者 面对神亡层次的能量 有替死服也不行 差距太大 会被第一时间毁个干净 莫雷上啊啊怒吼 但是却也无法分析 拼命对抗史上最强神王节 这啥情况呀 远处许多人吃惊 感受到一种惶恐的气息 那雷声太大了 笼罩那块区域的瀑布 惊是海俗 还好通天瀑布 特殊无比的惊人 那所有的雷霆 都集中向一块 并未将这浩大 如海般的大铺 都盖住 史皇叫道 天宗之姿啊 你们听到了吗 这是莫雷神王的声音 他在杜劫 当然 他惊疑不定 这莫雷不是去杀鸡大德了吗 怎么突然就杜劫了 不过他认为杀鸡大德 不会费吹灰之力 莫雷一出现 抬手就震杀 这难道是杀完少年散修后 心中有所感 直接渡劫了吗 其他人也都惊叹不已 不过 史皇不久前丢过一次人 究竟是谁渡劫都弄错了 误以为莫风渡过接身劫 结果闹了乌龙 这次他较为慎重 姿态非常低 请大空施展火眼金睛 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 这片区域内许多人都很震惊 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情况 比如 映哲仙 小金乌王 行死林诺依的少女等人 天空也不例外 他很敏感 对那种天结 祭荡无边 因此 听史皇的请求与建议 睁开火眼金睛去看个仔细 他只是看了一眼 是莫雷在堵截 就倒吸了一口气 感觉眼睛刺痛 那天结未免太可怕了 迅速闭幕 不再动用金睛 通天瀑布特别 隔绝感知等 隔着这么远 也只有他这样的金睛 才能看到那里的朦胧景象 众人闻言都惊叹 乙荒族果然害人 他们的神王节 实在是强得有点离谱 相距很远 在这特殊的通天瀑布中 都如此恐怖 有些瘆人 有人叹道 不愧从人族中脱离 超然在上的人亡一只啊 太恐怖了 殊此天结 让人敬畏 莫雷不愧是爵士英才 此时 就是应哲仙 都谋占异彩 闻讯而来的白虎族立人 都露出亚色 在场的人都动容 都在惊叹 事实上呢 莫雷想诅咒 怒发称管 心中发狂 这哪里是他在杜劫 是别人引来的 他是被动的 这种心情 别提了 他都想活吃掉楚风了 因为太难以忍受 他几乎要被灭掉了 至于楚风 他也很惨 哪怕在第一时间 向石灌中冲去 可是 还是被一些电光给擦中 那可真是血肉模糊 太惊险了 他浑身是邪 躲进石灌中 直接封闭灌口 这才逃过一劫 他之所以平日 不愿动用这种杀手劫 就是因为 怕将自己搭进去 当初在变荒时 他曾经立贡 被虐了个 欲先欲死 死去活来 稍有不慎 他自己就来不及逃脱 会真正的 被动应急 那注定要惨死 他前世大盗国 虽然不俗 但可是 自从进入阴间后 那就真不算什么了 肯定熬不过 那最强神王节 楚风进入石灌 并封好灌口 驾驭次灌 迅速脱离那片区域 他可不想凑热闹 说细节 成片的闪电降临 近乎将墨雷给毁掉 身子都散架了 魂光被击穿 血液干枯 太凄惨了 唯一庆幸的是 楚风封闭灌口后 天雨中的雷霆消失 那最后一片电光落下 将墨雷打穿后 这里就安静了 但是 墨雷也几乎惨死 现在半废了 在史上最强神王节下 哪怕是他也不行 这么短的时间 就几乎身死倒消 楚风时刻 关注外面的动静 他第一时间驾驭 石怪原路返回 而后开关 墨雷有感 抬眼界 瞬间盯上他 这叫一个气 简直恨的想将他咬碎 生吞火拨 轰隆一声 他探出一只大手 向前抓去 然而 除风毫不客气 从罐子中直接捅出天雪 星空木金剑 一点也不含糊 扑的一声 让墨雷那只手血液溅起 墨雷惊怒 这如果是在平日 怎么可能负伤 他现在半废了 刚才造出来一缕精血 就这么被那口短剑给吸出去 太可恨了 他大怒 所谓天雪星空木金 这当中混有天雪木金 自然针对血液有妙用 这其实都不怕 最恐怖的是 那毁灭性的气息再现 依旧无法避开 而且也是避无可避 成片的闪电 密密麻麻的降临 除风第一时间收回短剑 藏好身子 可是在将使馆盖进前 依旧被冲进来的几道光 给虐得欲仙欲死 满身是血 这真是极其危险 犹如凡人游走在钢丝上 并跳舞 还好 最后关头他还是显而又显的 封死了罐子 遮蔽了天机 至于墨雷 这次就更凄惨了 招架不住 被这史上最强神王节 批断脊椎 成片的雷霆将他阵列 内魂光都被打得四分五裂 而这一切还没完呢 墨雷眼前发黑 心中悲愤 暗自大叫 他要完了 可是这种死法 太他妈冤了 远处一群人惊叹 对这里的天洁 禁为有加 一皇族 不愧是高高在上的决定种族 这神王节吓人呐 始皇更是动容 不吝赞美 墨雷神王当真是惊艳 人中之王 豪杰中的霸主 即是当崛起 其他人也都点头 那天洁做不了假 的确惊是海俗 笔之史书中记载的 超级神王大劫都要可怕 史皇又说道 让我们静待神王劫结束 一读莫雷神王的军事风采 在场的进化者 皆是目光闪烁 他们感觉 这种志强的神王劫 足以说明一切 那莫雷实在是太强大了 唯有某一境界中的绝顶强者 才能引来笔尖史书中的大天节 莫雷在这一战中 是要封王了吗 跟大天节对战 只要熬过来 就是这个时代最强神王 数一数二 一些人在期待 也有一部分人在忌惮 还有不少人眼神炽热等待 结果要目睹莫神王的绝世风采 史皇眼神很热气 尽管最初是搞砸了 未能料到莫风不敌 被处风生情活捉 可是现在他觉得 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很等待症的事情 这一年计算是完全摆住我们的心脏 这一年计算是我们的情感